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解2022年筑块审计的基础进阶班 那这一讲我们讲的仍然是审计教材的第三章叫做审计证据 证据当中的第三节叫做韩正 韩正这一节呢我给大家反复的说过 我说在考试当中无论是大家抽A卷还是抽B卷 那一定会有一道简答题 预计分值应该是在五分左右 考大家五个小问 关于韩正的设计啊实施啊评价啊 全部流程都需要大家地毯式的扫描 那上节课我们所讲的是寻证函的设计 其中重点给大家辨析的是一个难点问题 也是网界那么多的你们的学长学姐们都在问的问题 积极式的寻证函消极式的寻证函 填列余额还是不填列余额 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在今年的精准答义当中也给大家做了解答 希望大家好好看 那我们续着上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讲解第四个问题 叫做韩正的实施 这里呢是三颗星 三颗星就意味着如果考试考到 那是一定要出题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我告诉大家 大家今天考专业 大家明天可能考综合 考到综合的时候 大家跟我学综合卷一 你会知道综合卷一每年在这儿 也是一定要出题的 而且韩正的内容这个理论啊 基本上已经固定了 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大家好好学 对今天对明天都有好处 什么叫做韩正的实施呢 何为实施 其核心意思就是怎么做 那怎么做韩正 其本质就是把韩正 怎么样稳稳妥妥的发出去 怎么样稳稳妥妥的收回来 收回来之后 怎么样的把它稳稳妥妥的 做完评价 纳入到审计工作底稿当中 本质上就在讲这件事 所以大家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听 说每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把它呢理解透彻 那上来之后 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不要把事想的那么顺利 审计呢 其实在实务工作开展的过程中 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所以如果我们上来就学顺利的事 你会觉得审计好简单 以后上来我先让你说一个棘手的事 这棘手的事是 我要去实施韩正 咱们的巡证韩都设计好了 但是呢管理层 这时候他站出来了 他说我要求不实施韩正 由于管理层有这样的要求 那我们注册会计就要有应对的办法 应对的办法是 他说不含 咱就能不含吗 我问大家 管理层说咱不能含正了 你说那好吧 咱们注册会计也太怂了吧 那咱们注册会计的独立性 咱们的专业胜任能力 咱们的底气 咱们的脊梁股在哪里呢 所以如果管理层提出说不含正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分析 分析什么 为什么不含正 理由是什么 大家的学审计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审计其实特别讲道理 他的道理是 你说不含正 我也不直接拒绝 当然我更不能直接答应 我往往是问你 我跟你沟通 我来了解原因 为什么你要不含正呢 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如果他的要求是合理的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 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 含正做不了了 咱们另寻他路 那如果管理层的要求不合理呢 不合理咱们韩正当然得继续做 可是这个时候他百般的阻挠 没有办法实施韩正 那么此时我们将视为审计范围受到了限制 而且进而可能会考虑到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 说管理层的理由合理还是不合理 我们在分析这个理由的时候 分析这个原因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保持职业怀疑 而且我们要考虑 这家公司的管理层诚信吗 是不是有可能有重大的舞弊或者是错误呢 所以他在拦着我们 不让我们去发现真相 以及我们获取替代的审计程序 而替代的程序能不能够提供 与韩正效力类似的 同样也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呢 我们另寻他路 那个他路有没有被堵死呢 本账就在说这件事 这一二三 这三件事本身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但是在这里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学审计的方法 如果我告诉你说 同学们这三段话 都得把它给我背下来 这不是在逗你玩啊 真的得背 那你肯定一下就会觉得头很大 我要告诉你啊 历史上考简答题 曾经考过这几段话 你得给咱写出来 所以咱们还真的得背 如果你干巴巴的去背 其实有点痛苦 有点难受 背主明天还要忘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办法 不管你学审计也好 你学战略也好 你学经济法也好 我希望大家在背诵 默写这件事上 要用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叫分层 第二个方法 叫看图说话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 你去看看那个小朋友们的家庭作业 一年级二年级的 你都不用看三年级以上的 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在做什么呢 就在做这件事 老师拿一篇课文 说来给咱们分分层 分层几段 然后呢 有一张图 然后看着这张图 能够写出一篇小的日记 一篇小的作文 学审计就用这个方法 小学一年级二年级 学语文的方法 第一件事说 说管理层 他要求我们说 说咱这个韩正不能做了 要求我们不韩正 那你就分层 第一件事我们要判断什么 你注意啊 判断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理由是不合理的 如果他的理由不合理 那我们出错官司的做法是 应该进一步的实施韩正 我们继续要求实施韩正 可是管理层此时 他要阻挠 还是不让我们去做韩正 那这个的本质 叫做审计范围受限 这个范围受限 未来我们学到第十四章 你还会知道 范围受限 咱们要跟适当层级的 管理层去做沟通 沟通解决不了的 咱们甚至还要去找治理层呢 这叫我们审计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困难 所以十四章 你看跟这还有联系 但是如果这种问题 仍然得不到解决 那我们就要考虑 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的影响 因为范围受限 有可能导致出具保留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就是第一种 理由不合理怎么办 如果理由合理呢 如果理由确实合理 那我们住在会计师 就可以不实施寒证了 此时 但你要注意 不能说什么工作都不做 我们要去做替代的审计程序 最后告诉我们说 说这个理由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我们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 考虑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管理层诚信吗 第二个方面 是不是表明 存在舞弊 或者错误呢 第三个方面 你所做的这个替代程序 能够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吗 能够跟韩正提供同样效力吗 你看 不知不觉 这三段话 咱把它背下来了 其实背下来 就是一个分好层次的一张脉络图 然后大家看着图去说话 这样的话呢 背东西才清楚 而且技能才深刻 未来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也是这么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去考虑 哪没有考虑到位 那就是题目的坑 所以这种学习方法 我要推荐给大家 所以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那这个其实是那个打鱼的方法 好了 这个知识点 咱们就讲到这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们出的会计师 能够如期的开展韩正的工作 那此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怎么把韩正发出去 怎么把韩正收回来 咱们先来讲 怎么去发出 在发出的时候 大家注意 这个韩正是个什么呢 本质上就是一封信 信你们都写过吧 当然现在电子通讯时代 没人写信了 过去的日子很慢 车马很长 然后大家都喜欢写一封信 然后寄出去 再满满心心的等一封信 送回来 这个过程啊 其实还是有一些美好的 对吧 就像我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 然后现在的人问他的外婆 问他奶奶 说为什么你们那一代的人感情都那么牢固 那么持久 然后老人家说 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物质比较贫乏 所以当什么东西坏了的时候 我们都想着怎么去修 怎么把它修好再继续用 但是现在的人呢 当东西坏了的时候 就想着怎么去换 是吧 这是题外话 但是你想想啊 发一封信 你过去写一封信 那本质上除了信的证文 还要写什么 还要写信封嘛 那信封上本质写什么呢 写这个收件人的名字 写他的地址 那证文里写什么呢 写我们要含证的信息 你含证的是银行存款 银行借款 其他的重要信息 还是应收账款的余额 应付账款的余额 所以你看这几件事 本质上就是写在 含证的证文和信件的信封上的 地址 名称 被含证信息 这些事写在信里 那写完这封信 你能马上把这个信封就发出去吗 你一定要注意 名称 地址 这东西哪来的 我问大家 这些信息是哪来的 其本质是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他所提供的 否则你怎么知道 他的客户在什么地方 哪个大厦 几零几呢 叫什么名字呢 联系方式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 甚至有的时候银行的地址 也是他给你的 告诉你说 什么什么区 什么什么路 什么什么支行 在哪哪哪 客户经理是谁谁谁 发送给谁 手机号码 185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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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 都是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提供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时候 助纸会计师要保持职业怀疑 问自己的问题是 你但是假的怎么办 所以我们住块 绝对不能拿来就用 我们要做的工作 是核对程序 那核对完了 你发现没问题了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工作呢 我们的被审计单位给你盖章 盖章之后注册会计师要直接发出 直接发出的换言之 就是不能由被审计单位代劳 这几个词啊 其实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 我个人认为啊 没有什么难度 你说这有什么难度呢 都很简单 但是我们要往深了去学 要多挖几层 我给大家说 你在掌握的时候 至少要掌握 这么几个往深处去想的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说这个核对 怎么核对 第一个问题 如何去核对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称 这个地址是真的呢 其实啊 你们不学审计 就用生活中的常识去想想 一个银行的地址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 一个客户的地址 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呢 比如说 你怎么知道 斯尔交易的地址 是不是真的呢 比如说你怎么知道 某某某银行 什么什么什么支行 它的地址是不是真的呢 很简单 我实地去看一看不就行了吗 这不就一个办法吗 还有呢 我在网上查一查不就行了吗 还有 我们国家都有 工商工事信息的平台 那个地方不也可以查吗 还有呢 银行的官网不是也可以查吗 再者呢 被审单位曾经可能跟客户 跟供应商签署过合同 那个合同上可能也有地址啊 文件之间也可以去核查 所以怎么核对 在这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工作 比如说 在做核对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拨打公共查询电话 用公开的查询系统 比如公开的网站 这都行 官网 比如一些我们公开的搜索引擎 国家的一些公示平台 还有就像我刚才讲的 跟被审计单位持有的一些 供应商的清单 合同 被审单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 这里面的信息相互进行核对 所以核对的方法有好多种 这儿不需要大家背 但是大家心里要知道 这个核对工作是怎么做的 这才叫把问题学得更深了 否则你只知道核对核对核对 人考试出来 说跟公开网站上的信息 你还进行验证 你说这个行不行呢 你心里得有点数 得有点谱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大家还是要学得更深一点 这个核对 指的是百分之百都要核对吗 假设咱们一共要发送1000封韩证 那这1000封韩证逐一核对吗 还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代表性的来进行核对呢 在这儿一让人听啊 准则可告诉你 没有说百分之百都要核对 他所讲的叫做风险导向 所以写在这儿 本质上 咱们仍然在这儿做工作的思路 也是风险导向 所以大家记住 核对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去选择部分 或者是全部的寻政者来进行核对的 但实践当中 我们选择全部 也许成本太高 也许没必要 那我们选择的可能是部分 怎么选这部分呢 我按照风险的原则去选 选择那些风险可能比较高的 有异常的 引起我们注册会计师警觉的 所以在这里 曾经有年考题考过 说注册会计师 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 选择了部分被寻政者 来进行核对 问你这个做法对不对 很多人说 老师不对 我们认为应该是核对全部的 不是这样 准则并没有提出说 所有的都要核对 因为注册会计师做工作 本身风险导向 成本效益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抗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的深度 理解的再深一点 理解到这个层次 第二个 关于这个直接发出和这个代发 大家注意 在考试中 我就给大家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 一定是注册会计师亲自发出去 我喜欢把这个叫做两点一线 这个点 是注册会计师 另外一个点 是被寻政者 也就是说 这封信 未来只能在你的手中和他的手中 两者来进行交流 来进行移动 而中间 绝对不能介入被审计单位的任何因素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这个地方是个原则问题 你们都不要退让 为啥 因为考试的时候经常迷惑你 有一年他这么出题 他说注册会计师 发送了韩正 这是亲自发的 我刚才说过两点一线 未来收回的时候也要亲自收 但是他讲了 他说因为正值年度审计期间 注册会计师长期驻扎在被审计单位的办公地点 来开展现场审计工作 因此为了收发韩正的便利 注册会计师把韩正亲自寄出 你看没问题 但是收回的时候呢 说被审计单位的前台代收 注册会计师在有统一的时间 到被审计单位的前台 把韩正统一取回 你说这样的做法对吗 用对于说老师没问题啊 说他放在前台了 快递小哥就走了 然后我过去把韩正拿回来 这有什么不行的呢 我告诉你两点一线 不能退让 不能退让就是中间 不要跟被审计单位产生任何的联系 一定要发到是你亲自发 收回也是你亲自收 所以这个问题在考试当中 它的要求原则性非常非常的明显 大家一定要把握扎实透彻一点 所以这是核对 这是发送 它都有非常非常细致的要求 然后第三点 还要想得再深一些 这个深的问题是考试经常在这地方 给大家去出一些陷阱 出一些坑 如果你只是字面意思 很容易掉坑 你看我跟你说这么一个问题 说我也是亲自发的 我在发出之前 我也做了必要的核对工作 然后说这个信封上的名称 信封上的地址 是被审计单位的人员帮我去填写的 可是填写完之后 我做了核对的工作 然后我亲自发出的 我问你这个过程 行不行 是否OK 填写的这份工作 那就要认真听了 要理解到本质了 你看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讲这么多的道理 因为填写这件事 其实这些信息都是被审计单位给你提供的 他其实抄写到信封上这件事 本身是个机械性的工作 他说东风路 你在这写东风路 105号 你写105号 收件人 留发财 留发财收 这不就是个很简单的机械性的工作和步骤吗 所以你看这个步骤其实不是核心 你愿意写 你可以写 审计助理写 没问题 被审计单位的人员 他去写 其实本质上也是机械性的 文字性的腾超 他没有实质性的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 那咱们的专业判断本质在哪呢 在这儿 我们要核对 如果你做了核对的工作 是恰当的 那就没问题 如果你没核对 他填完你就发出去了 甚至他给完 你填完你就直接发出去了 没做核对 那这些可能就都有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注册会计师工作的本质 好了 所以想问题要想的再深一些 以上是发出的控制 还有一些核心问题 还要怎么控制 怎么发 在发出前怎么去核对 这些问题给大家就都说完了 这儿呢 不需要大家背 但是大家要理解到背后的原理 未来考试当中 如果他没有亲自收 没有亲自发 没有核对 你在答题的时候 认真听啊 怎么答 你说不恰当 注册会计师应当核对 韩证上的地址 名称等信息 或者你要说注册会计师不一定要被审计单位代为发送韩证 或者你说一个万金油的答案 注册会计师对韩证的全过程要保持控制 这个词大家得把它记下来 好了 以上是韩证发出 那接下来怎么发 发出的方式有几种 实践中一共比较常见的 有邮寄 根含 还有电子方式的韩证 若干几种 未来的趋势是啥呢 是这个 电子韩证 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于是咱们2022年审计的教材 在这个部分 做了小幅的迭代 一点点 但是对咱们考试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去年开始 我就给大家讲这个了 所以呢 应该是咱们讲的内容 比教材 今年的补充还往前一些呢 所以没关系 这是食物热点问题 所以未来的趋势在这儿 但是考试考的内容 和当下食物当中 更为普遍的方式 其实呢 是第一种 还有第二种 那当然第一种更普遍 大家心里的要清楚 那首先先来说邮寄的方式 大家注意第一点 不能使用被审计单位 本身的邮寄设施 我们要独立激发 这个问题啊 咱们刚才就说过 但是考试有一年 他这么出题 他说被审计单位 是一个快递企业 一个快递公司 快递公司的主要业务呢 就是收发快递 收发往来的信件 含件进行配送 当然你说啊 一定要学会举一反三 老师你上课讲过快递公司 可是考试今天考了一个 外卖平台 我问大家一样不一样 一样吗 本质没区别吧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 你不能说 说老师咱们没学过 老师我不会做 那怎么办 一定要动动你的小脑瓜 知道吧 有同学说 老师啊 我摇了摇我的头 我听到了水的声音 你不要妄自菲薄 知道吧 一定要勤于动脑 就是这样 学审计 不要均于课本 快递公司 外卖平台都一样 无论是快递公司的快递车 还是外卖平台的 平台的小哥 那都叫被审计单位的人员 或者设施 不能用 咱们得独立发 老师他是快递公司 我找谁呢 比如他是方通 那你找那个三角通 发不就行了吗 他是顺丰 那你找逆封公司发 那不就行了吗 那本质就是这样子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说需要去警惕 被审计单位通过快递员 拦截寻证函的风险 实践中确实是有的 我给大家以后讲5B案例 等会儿只要讲 我给你们讲那些 惊心动魄的5B案例 所以今天不要打瞌睡 认真听课 等一下有故事给你们听 真的会有拦截的风险的 那怎么办 拦截的风险 那就可以用一些 做小标记的方式 在函证上 做一些特定的标志 然后收到回函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比一比 说我当时做的这个标志还在吗 其实实践中是这么操作的 比如说 这是咱们要去发送的那封寻证函 我放在手上 原件咱们肯定是要发出去的 对吧 所以我可以做一个小标志 比如说 我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留下了一个只有我知道的标志 然后把原件发出 但你注意发出前 这边有个复印机 你放在复印机上 蹭复印一份 把复印的那份留在事务所 做底稿 做归档 证明什么 原件发出去了 复印件我留存 未来我也方便备查 因为寒证有可能还不回寒呢 对吧 如果这封寒就回回来了 我跟当时的复印件上的比一比 我当时做的那个小标志还在吗 如果在的话 那证明这封寻证函 没有被拦截 没有被替换 没有被篡改 如果回来的时候发现 不在了 那也不是说一定就有问题 而是要警惕这种风险 对吧 比如说我可以在一个 不为人知的地方 画上了刘忠老师的小笑脸 那这个时候你就看 只有我知道 回来之后发现 这个小笑脸还在 那行了 这就是回寒的原件 没有被拦截 没有被替换 就这个意思 这个历史上没考过 但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两年寒证考的 特别特别的细致 这第一个 邮寄的方式 理解的要深一点 快递公司 外卖平台 这些食物的问题 一定要听得懂 所以考试真的有可能考 老师咱们审计还考快递公司 我告诉你还考过航空企业呢 还考过农林牧鱼呢 什么都考过 所以视野 格局打得开一点 下一个 根函 什么叫根函 我经常说 根函就是人肉快递 把咱们自己呢 当作邮寄设施 咱们跑到银行去 然后把银行的 这个相关的函证 给到银行的工作人员 现场办理 办理完了之后 拿着再回来 去客户呢 去客户呢 也是一样的 这叫根函 大家注意根函当中 要注意这句话 注册会计师 需要在整个过程中 保持 对 寻证者的 被寻证者的 警觉 警觉什么 警觉他跟被审单位之间 串通舞弊的风险 要在整个过程中 保持 对寻证函的控制 这句话得背 大家注意 考试未来 他可能会怎么出题呢 他会告诉你说 说我不是去跟寒了吗 我在跟寒的过程中 被审计单位的人员 他去办理 我在VIP等候区等候 这应该是最不好的做法 你翘着狼腿 在那吃瓜子 行吗 当然不行了 说比这个好一点呢 我没有在等候区等候 我到银行的其他业务部 去了解 被审单位和银行 合作的情况 行不行呢 看上去挺兢兢业业的 同样的时间 完成了两件事 也不可以啊 因为寒正脱离了你的视线 我去客户那跟寒呢 说被审单位跟我 陪同我 随同我去的人员 在办理 我跟这个客户 跟这个供应商的 其他人员 相关的经理人员 去了解被审单位 和他们合作的历史情况 看似很正能量 但这些都是不对的 答题的时候都要说这句话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考过很多次了 不但能够把这些问题呢 要发现 而且呢 考试当中一定 要能够写出这些专业化的表达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们可以去考虑 采用非预约的方式 按照银行的通用受理流程 在柜台现场办理 这句话说的真的好烦呀 就跟咱们平时生活当中 看的话 看的句子 经历过的事一点都不一样 其实我给你翻译一下 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相比于被审单位告诉你 咱们去找谁谁谁办 那你可以考虑采用的更好的方式 是到银行的现场 到门口 找那个机器人 按一下 然后取个号 取完号之后 正常的排队 到柜台去办理 这个可能会消除一些 被审单位的干扰 和预先的安排 这就叫做通用的受理流程 就是咱们老百姓平时怎么办事 你平时就怎么去办 你不要非要找 被审单位给你预约好了 说咱们就过去 找那个流发财 那个经理刘洪忠 我们就找他去办 那很可能那个人 假的 跟被审单位串通的 找演员扮演的 你说老师太夸张了吧 找演员扮演这也可以 我告诉你 实物当中就出现过 这样真实的案例啊 不仅那个人员是 假演员扮理的 扮演的 那个银行的网点 都是被审单位 给你造出来的 这个是真真实实的 舞弊的案例 轰动一时 同学们 所以在这儿 你保持职业怀疑 总归没有错 这是根函 下一个叫做电子寒症 电子寒症 现在呢 国家也在支持鼓励 包括咱们这个行业 在发展这种 电子寻证函的平台 为什么呢 因为物美价廉 效率高 寒症平时发来发去 比较繁琐 比较麻烦 但其实呢 现在的银行也好 大多数的企业也好 都是联网的 都有电子平台上的信息 如果一些寒症 能够从电子平台上完成 那何乐而不为呢 那因此国家 我们这个行业 在加大 对电子平台的建设 其实呢 我在过去工作当中 也了解过这个信息 过去参与过一些 电子平台建设的项目 我们国家的这个 很多省市地区 那都在开始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 有些已经开始用了 比如台湾省 那确实我了解 就在用这样的一个 相关的方式 甚至已经比较普遍 我们国家的有些地方 有些地区 也在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啊 绝大多数 我们不可否认的 是用邮寄的方式 所以电子寒症 这样的方式 大家其实要注意 最为靠谱的本质上 就是那个平台 那个平台必须要 权威认证的 第三方电子寒症平台 而不能说 随便给你搭个戏班子 随便给你搭个平台 就上去做电子寒症 那是不行的 如果是权威认证的 那我们去做电子寒症 比较靠谱 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在线上完成 比如说在这举个例子 会银通 或者你叫快银通 是吧 快几 那这个就是一个 数字电子寒症 办理的一个平台 了解一下 这就行了 所以考试当中 你要盯准了 就是小江老师说的 这个平台 是不是权威验证的 可以信赖的 还是被审计单位 自己搭了一个 所谓的平台 一个网站 给你个账号 你上去做验证 那就不靠谱 一定要人人听 所以以上这些 是我们发出 韩正方式的 我们该如何进行控制 把握好这些操作的要点 没关系 接下来的时间 咱们通过一些实物案例 来加深 大家对于这种理论的理解 增强大家的实物感 来看 典力研习 3-7 大家记住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把它记下来 需要保持 全过程的控制 结合以下案例 掌握这一原则 我们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 说被寻证者 与被审计单位的关联方 在同一状办公楼 那因此 回函由被审计单位的 关联方的工作人员 转交给注册会计师 我问大家可以吗 这个不用我说 你就知道不可以 关联方转交的 那很可能 可靠性大大折扣 甚至被篡改 舞弊 拦截 涂抹 这都有可能 所以第一个 无庸置疑 第二个 说审计项目组 持续的 在被审计单位 办公现场 开展现场审计工作 我们的初心是好的 说是为了持续的 收发寒症 那回寒 寄到被审计单位的前台 由注册会计 集中取回 我说过两点一线 中间不能经 被审计单位 人员之手 也不能经被审计单位 帮你保管 帮你签收 这都不行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这都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要懂得变通 什么叫变通 考试当中 一定要看人家 到底是怎么说的 有的同学学习啊 就是 老师讲一 他就是一 甚至老师讲一 他是0.5 老师讲一 他恨不得是0.2 打了好多的折扣 理解到本质 这个本质 不是说放在前台就不行 不是说前台签收 就不行 而是前台是谁 谁在签收 有没有被审计单位人员经手处理 是这个问题 如果未来考试告诉你说 说那注册会计师 接到快递人员的电话 问说你在哪啊 快递人员说我在前台附近 然后我跑到前台那 我亲自签收 你说行不行 这跟前台有啥关系 那前台就是个地理位置 快递小哥跟你约在那见面 不就本质是这个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本质到底是什么 本质不是说前台这个地方 咱们就不能去了 咱就不能信了 不是 而是你在亲自收发的这个过程中 要保持控制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理解清楚 到底行还是不行 仔仔细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题 再看第三个 说被审计单位从事配送业务 由被审计单位派送的业务员 向供应商来寄送 不行 不能够使用被审计单位的配送设施和人员 第四个 说在被审计单位财务人员的陪同下 前往银行跟韩 财务人员到柜台办理 注册会计师刘忠 翘着二郎腿 跟大爷一样 在贵宾室那等候 喝着茶吃着瓜子 然后取得回韩之后离开 你这个工作也太开心了吧 我们去银行是跟韩的 你是去银行嗑瓜子的吗 当然不行 但是答题的时候怎么答呢 答题的时候你不要说 说注册会计师不应在贵宾室等候 这叫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我上一次听这样的话 还是在上一次 这叫废话 你一定要写专业的表达 你要说注册会计师在跟韩的过程中 应该保持对寻政韩的控制 要这么去写 所以这是第四句 第五句 说在被审计单位 业务人员的陪同下 注册会计师前往某大客户处跟韩 业务人员负责 与该客户的工作人员 来核对韩证的内容 在此期间 注册会计师刘洪忠 与客户的管理层访谈 双方的合作情况 刘洪忠这个人 非常的高调 去了之后呢 被审计单位的人员跟客户在那核对韩证 他呢 到处一副领导视察的样子 说我来了解了解 我们这家被审计单位跟你们合作的怎么样啊 看似好像是在做额外的工作 实际上 他已经把跟韩的要求忘在脑后了 跟韩的要求是全过程保持控制 所以第五句话也是错的 第六个 这个我要求大家今年重点关注 大科兴 我让你打你就一定要打啊 为啥 这是细节处的修订 我给大家今年新补充的案例 你读一下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一听这句话你就知道了 这年考试当中特别喜欢考这种 疫情下我们怎么做工作 必须得会 疫情影响导致我们 比如快递收发受到了限制 那注册会计师 你通过电子方式发送银行巡证函 既然是电子方式 你就要记住小金老师说的 那个平台靠谱吗 权威吗 那个信息真的值得信赖吗 往下读 说注册会计师登入 登入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谁给的 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人员提供的 电子含证平台的网址 输入了相关的信息 可以吗 只要是被审计单位的人员提供的 你要说不行 注册会计师没有去验证 相关平台的权威性 可靠性 由被审计单位 财务人员提供的信息 可靠性通常偏低 所以这第六句话 这个案例 我自己认为 既然教材今年 着重的强调了电子含证 那类似的这种题 他在考试当中考到的概率 就非常高 好了 以上这些案例 我们都看完了 所以本质就一句话 起草 核对 发出 收回 评价 整个过程中需要独立完成 不能使用未经验证的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 被审计单位与被寻证者之间串通舞弊的迹象 我们都要保持必要的职业怀疑 来确保实施含证程序的质量 但大家注意 我上次说过 一定要把握住核心的原则和精髓 比如说起草的过程当中 特别重要的就是选择 韩正的对象 向谁发送韩正 这个过程 我们强调了 独立完成 能不能说被审计单位给你提供一份 你韩正的信息的名单 说你就发这十个吧 然后你看被审计单位的人员 五大三粗刘洪忠这么盯着你 你发不发 是吧 不发 好 让你尝尝我拳头的滋味 是吧 我们做的怪计师要不惧威胁 刘老师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保护好自己 然后回过来之后 110 是吧 我开玩笑的 但是本账在说的是 选择韩正的对象的时候 要独立完成 这个考试考过的 那接下来在起草的过程中呢 如何去设计这封韩正 能让被审计单位设计的吗 不能 他能够辅助我们做的 就是提供信息 完成一些文字性的腾钞的工作 他都不是实质 但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要核对 还是要认真的发出 认真的收回 认真的评价 要独立的完成 所以本账一定要抓住这些要点 我再说一个更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收回 收回的过程中 说由被审计单位的人员 帮助你去催收 甚至帮助你去取回 你注意啊 这个也有可能干扰到韩正的效果 我过去 我记得我做韩正的程序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刚工作第一年 我也比较稚 可能呢 那个时候被审计单位的人员看着我呢 也没有任何的忌惮 然后我当时做韩正 做完韩正之后 我就等韩正收回的这个过程 然后有一天 我就站在被审计单位人员旁边 我在做别的工作 然后那个大哥 我现在还记得啊 那个大哥其实人挺好的 但是呢 就是有点确实太肆无忌惮了 我就坐旁边 他打电话 打给他的供应商客户 应该是客户或者供应商 然后那个韩正发出去了 他又给人家打电话 那个喂喂喂 谁谁谁 我是谁谁 那个韩正你们收到了吧 快点回啊 那个回的时候啊 你不用细看了 给我盖个箱符 赶紧我弄回来 当电话挂了 然后还非常骄傲的跟我说 你看我多支持你的工作 抓紧赶紧把韩正给你要回来 我一听啊 这个脸色都轻了 我们当时对韩正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或者被审计单位转交的 或者其中有被审计单位干扰干预的因素 我们都要作废重发的 所以这个过程导致 不仅没有降清我的工作量 反而让我还要重新发一封韩正 还要跟对方取得联系 还要把这些过程记录在工作底稿当中 评价有没有问题 当然啊 最后事实表明啊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你可以看得到啊 实践当中确实有这种 经常可能会干扰你韩正质量的因素 那这个大哥可能是好心 但是啊 实在是这个太直接了 太肆无忌惮了 是吧 好了 这个例子 咱们讲到这了 专业的通俗的有趣的 大家都听完了 最重点啊 把考试要考的原则把握好 这是第四个问题 咱们讲韩正的发出 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五个问题 叫做韩正的评价 这也是三颗星 三颗星就要求大家重点掌握 考单选 考多选 当然还可以考简答 考综合 什么叫评价 评价的本质 评价的是什么 评价的是回函 那回函在评价时 首先要注意回函的方式 如果是邮寄的方式 我们要验证是原件吗 回来的时候 那个地址 那个名称 那个邮戳 真的都对吗 专业还没有考过这样的题 但是综合 这样的题真的考过了 回来发现 我原来既往的是 比如说陕西省西安市 阳光大厦 回函的时候 海南省三亚市 东风大厦 那就有问题 所以第一个要做验证 第二个 大家注意 绝对不能转交 如果转交的话 该函证 该回函 不能被视为可靠的审计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可以要求 被寻证者 直接书面回复 这是第二句话 这两个本质 刚才都介绍过 我就不再赘述了 转交一定是不行的 大家记住 原则就是小庄老师说的 一定是两点一线 中间不能残杂 任何被证件单位的因素和干预 第二个 跟函 跟函的时候 咱们亲自到银行去 亲自到客户去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验证身份 验证他有没有权限 验证他的工作流程 当然在过程中 免不了要去看一看他是怎么做的 所谓的观察程序 我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怎么验证身份 你怎么知道 帮助你去处理寒证的这个人员 确实是被证件位的客户人员呢 供应商的人员 或者银行的工作人员呢 就拿银行来说 怎么去验证身份 最为简单的就是公牌 记录公号 一般这样的情况 实务中呢 我们觉得够了 名字 公牌 公号 职位 OK了 除非你说 你认为5B迹象非常的明显 咱们再做进一步的调查程序 否则到这里呢 其实是实践当中比较通行的做法 这是根函 下一个是电子回函 电子回函 大家注意啊 除了我们之前所讲的 通过一些电子的平台 大家今年啊 这个地方重点关注一下 除去刚才说的电子平台 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方式 所谓电子形式嘛 比如说 邮件 对吧 这个方式呢 也是非常常见的 电子形式的回函 甚至在考试当中呢 考邮件 比考电子平台考的要更多 我们再来规整一下 这里面的知识点 如果是电子平台 大家的关注点呢 本质量就是两个 第一个 这个平台是权威平台吗 其实核心的问题是 我们必须要确认 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渠道 可靠的渠道 这个就是本质 如果是独立的 如果是独立的可信的渠道 那就OK 所以要去验证这个平台的全微信 另外一个就是使用这些平台的账号 密码 网址 这些大家注意啊 如果是被审计单位假公司提供的 不能倾听倾信 注册管理师一定要做独立的验证 所以核心考的是这个 有没有做验证 这是电子平台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谈论的是邮件 如果是邮件的方式呢 大家关注这么几个点 一个是要有必要的安全的措施 相关的权限 为回函去创造安全的环境 翻译成大白话 比如说实践当中 你要考虑加密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答 为回函创造安全的回函环境 这句话很重要 还有就是 我们在必要的时候 要去联系到被寻证者 去核实回函的内容或者来源 因为大家知道啊 电子形式的回函不像纸质的 有时候加盖工章 恩纳手印 可是邮件呢 直接给你在邮件正门当中 一封email就回完了 那核实身份 核实回函的内容来源就非常重要 否则的话 邮件那伪造的成本更低 所以核实也非常的重要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还有一些教材上没讲的 实务中有的 考试还照样考的 我问大家 比如邮件 是由被审计单位的人员转发给你的 行吗 你发出去了 然后人家被寻证者回复给被审计单位的人员 然后被审计单位的人员一键转发给你 可以吗 不行啊 同学们 转发的 那就更不是原来的邮件了 一旦在其中对邮件的证文 做一些篡改呢 你根本都没法发现 所以在这儿要注意 转发肯定不行 专业阶段倒不会让大家去什么阅读工作底稿 所以你就心里知道 比如转发是不行的 考试当中能够把它写的出来就行了 综合可就不是这样了 那综合可能给你个审计工作底稿的节选 让你去读 让你去选其中的问题 你可能会发现那个邮箱不太对 是被审单位的人员的邮箱 那个后缀是被审单位的后缀 那综合可能考的会更细 更要求大家体察入微 所以这些问题我总结在我们的黑板上 都是今年关于电子寒症 大家必须掌握的实物热点问题 我再画一颗星 这也是咱们跟去年强调重点不同的地方 今年在这儿要重点关注 回过来电子寒症 大家要去采用一些特定的程序 创造安全的环境 这话你得会说 降低可靠性存在的风险 第二个 向被寻证者核实回函的来源和内容 第三个 必要的时候 要求提供回函的元件 所以电子回函 把握到这个程度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会说 老师可是被审单位如果找一个黑客呢 他回过来的给你这个电子邮件 你也加密了 你也做安全的环境的处理了 你能考虑的都考虑了 但是你架不住 有网络黑客 他们的技术非常高超 那我就告诉你 注册会计师 咱们叫尽力而为之 合理保证 不是绝对保证 我们未来讲舞弊 会告诉你 我们应该对舞弊承担怎样的责任 咱们没有办法发现所有的舞弊 尤其是精心策划的舞弊 当然 咱们虽不能置心向往之 但咱审计真的不是绝对保证 你把准则要求你做的工作 扎扎实实做完 那别的事 其实有的时候 我的内心的感受是 近人事 听天命 听天命就告诉你 审计有固有限制 不是绝对保证 好了 这是回函的方式 那当然除了这几种以外 实践当中的还有比较常见的 剩下的两种 但都比较简单 一个是传真件 传真件 何时回函的来源和内容 如果是口头的答复呢 记住 口头答复 不能作为可靠的审计证据 要求对方提供书面回函 不提供怎么办 不提供 我们要去实施替代程序 好 在这里 我让大家把问题想的再深一点 我想请问大家 什么叫口头 你发一封信给对方 你原本期待对方给你书面回复 把这封信回回来 在韩正上 带好章 写好他的意见 说我认为相符 我认为不相符 我认为哪里哪里不相符 然后签上名 给你寄回来 这叫书面回复 那什么叫口头回复呢 你把信寄过去了 对方叮铃铃一个电话给你打过来了 你接电话 说请问是张著作会计师吧 你说是 说我们收到了一封你的回函 因为在韩正上 还留有你的联系方式 有问题可以向你联系和咨询 你说是的 正是我本人 请问你有什么事 说韩正我也收到了啊 经过我们的验证 这封韩正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话 因为我们最近公司呢 手头有点紧 寄快递 还要花钱 那我们就不给你寄回去了 但是电话里我跟你说清楚了 行不行 你之后就说 没事没事 赶紧给我寄个调付吧 我来付这个钱 书面回复更重要 口头的是不行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 这个口头往往体现在 打了个电话 发了个微信 微信语音 甚至微信视频 跟对方视频 对方说没有问题 我们经过验证了 然后韩正就不回了 新年快乐 再见 不行 这些都叫口头的方式 所以大家记住 口头的方式 是不能作为可靠的审计证据的 所以以上这些大家要注意 好了 那再给你变通变通呢 说这样行不行 你看 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那确实 快递呢 暂时可能寄不回来了 寄不回来之后 我们双方微信视频 微信视频 这个微信账号 你要注意谁给的 如果微信账号 是被審单位的人员给的 你就得核实验证 没核实没验证 后面的工作都白做了 如果你核实了验证了 发现呢 微信视频的对方 确实是被審单位的人员 确实是被審单位的客户 相关的工作人员 然后客户的工作人员跟你说 说你看啊 我们这是微信视频 然后不是核验这个余额吗 我拿着这个微信摄像头 帮你照一下 你看我们公司的这个数 跟他们是一样的 然后挂断了 行不行呢 你说可以吗 大家注意啊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 你对于韩正这个工作 你可以做替代程序 但是不能够降低 对证据可靠性的要求 刚才那个过程 还是本质上 它是一个微信语音 微信视频的过程 口说无评的过程 他给你拍的那个东西 你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呢 他随便给你写个东西 拿电脑屏幕 随便弄一页word的文档 你能够信吗 很难哦 而且中间又没有什么法律效力 没有盖章 没有签字 没有做说明 我们没有拿到实质性的书面文件 那这种替代程序还是有瑕疵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做别的替代程序 但是不能降低对韩正本身的要求 所以这些问题 大家一定要理解的更深一点 更本质一点 因为真的真的 在实践当中 有很多很多 惊心动魄的舞弊案例 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以上这些 我要求大家理解的是更深一些 什么叫口头 电子的方式怎么办 邮寄的方式 跟韩的方式都要做好相应的处理 把这些理解到位了 这才可以 好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 把这些问题都想的深一点 我今年多举一些例子 让大家的变通性灵活性都再强一些 你看 说注册会计师 我们发送韩正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快递发不了了 于是我们跟韩 我们亲自拿着韩正 跑到银行去 你注意啊 我们亲自去 然后我们找到了银行的相关的办理人员 把韩正交给他 我们记录了这个人员的身份 公牌公号姓名职位 然后这个人员说 说最近业务量比较大 或者我们的工作需要一定的处理时间和流程 所以请把这份韩正留在银行 明天的时候 你在工作时间 然后过来把它取回 我问你行不行 就中间隔了一天 这一天的时间给银行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可以吗 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第二天啊 当然你亲自去取回到现场 还是找到这个人员 这个人员刚才讲过了 验证了他的身份 权限 公牌公号姓名 第二天去取回 亲自取回 这个过程就是行的 为什么不可以呢 有的人说 老师 那中间我谁知道他有没有处理呢 他有没有留在银行呢 但你换个角度去思考 你如果发送一封快递 一封信给银行 人家不也得处理几天吗 只要你收件的那个人员是靠谱的 你核实的 人家的正常处理时间 那是必要的 你不能说跟寒 那你难道在那等一天一夜吗 银行下班了呢 下班之后 你说我睡在银行的大厅 为啥 我就是兢兢业业 为了满足审计准则的要求 准则可没有让你说啊 你要露宿街头 没有这么说 一定是必要的工作 合理的工作 你发一封信过去 人家不也得处理两天 再给你回回来吗 所以你亲自寄过去 亲自送过去 确保相关的人员的权限 给人家必要的工作的时间 然后之后再亲自去取回 这就OK 你看还是你得变通 你这样的问题考出来 你就做错 为啥 没有把问题理解到本质啊 所以啊 这种问题 大家要把它想的再深一点 理解到问题的本质 这才行 所以今年我为什么反复强调 学神迹 别就盯着课本这个白纸黑字在那看 看了八百遍 考试考的 人家跟这个没关系 人家考的是这个背后的原理 在实践中的运用 所以一定要深度思考 动脑筋 很重要 太重要了 讲完这里之后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精准答疑 这个精准答疑呢 其本质和核心 是当下的几个实物热点问题 一个问题是说 说随着通讯手段的发展 微信等及时聊天工具 以全面普及 能不能借助微信的手段 完成寒症的工作 必要的时候 你可以借助 这叫必要的时候 也就是说一般你别这样 在必要的时候 别的办法没有了 你做寒症 利用微信的手段 那也许是可以 认可接受的 但是不能降低 对可靠性的原则要求 举了个例子 说A注责会计师 负责审计 假公司财务报表 收到了 以公司通过电子邮件 发来的其他应收款的 回函扫描件 向假公司财务人员 取得了以公司 财务人员的微信号 这叫回函的扫描件 那叫电子形式的寒症 你别忘了 我们讲过 核实回函的内容和来源 怎么核实 向他取得了微信号 谁给的 假公司的财务人员给的 那就不行 你别管在工作 到底稿当中怎么记录的 放了什么样的截屏 那这样的做法都存在瑕疵 所以A注财的做法 存在不妥之处 因为微信账号 是假公司向你提供的 有可能提供虚假的信息 有可能串通舞弊 那注责会计师 你没有做的是这件事 需要验证信息的可靠性 那你说应该怎么做 我们自己打电话 或者验证这个微信账号 是不是真的是由对方 被审计单位客户的工作人员 所持有的 说老师这个我也能验证 那当然有验证的办法 比如说微信的注册的账号 是不是他的电话 我就遇到过 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外部的人员 实际上是被审计单位的工作人员 我怎么发现的 我给你们讲讲 他给了个电话 然后我就打这个电话 过去了解情况 然后那个人呢也说 我是被审计单位 跟他们合作的 什么什么的供应商的 谁谁谁 我当时发现的原因啊 是因为这个声音我听过 我感觉耳熟 就是因为这个 我感觉啊 我在被审计单位 跟好像这个声音打过交道 那事实证明啊 确实打过交道 可能我这个人对声音啊 气味啊比较敏感 我确实这样的 我就是闻过的味道 我过很久很久 我都能记得 我这个味道曾经在什么地方闻过 香水味 香氛的味道 空气里的味道 我现在都记得 我大学宿舍门口 那个种的那个枝子花的味道 下过雨的味道 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我当时听了一声音 我觉得二叔 二叔之后呢 我就觉得不对劲 后来怎么办呢 就翻那个被审计单位的 集团内部的员工 号码簿翻到了 那他这个当然 这个舞弊啊 有点太过于简单 把柱块想的 好像太幼稚了 把我们想的太傻了 但实际上 如果你没有这个警觉呢 那可能人家骗你就骗你了 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真实案例 所以啊 验证保持职业 怀疑这个过程 真的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这两年特别喜欢考 新冠肺炎疫情 特别喜欢考 这个真的是重点 考出来课本上没有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啊 从20年开始到去年 审计考试的卷子上 有很多题 都跟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关 你不会还真的不行 老师凭啥考呢 书上都没讲 是啊 这就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拿打好基础 跟教材去比对了 你比来比去 老师这在哪呢 非要把它从教材上给找出来 我就问他 我说你找出来有什么意义呢 他就愣住了 是啊老师 我把这东西跟教材上比对出来 有啥意义呢 你比对 哎 教材上有了 我就放心了 你比对教材上没有 我就要去找 然后小金老师说 哎你别找了 哦那我就不找了 浪费时间 我放在这的 你就认真学 关注什么 第一个说不能够 仅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就不加核实 想当然的认为 韩正不可实施 说被审人会告诉你说 哎呀因为疫情的影响 韩正做不了了 你说哦好吧 做不了了 不要这么简单 一定要分析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疫情也有轻有重 防疫措施也有严 有宽松 因为严格的 比如高风险地区 那就严格 那低风险 中风险地区呢 它就比较灵活 对吧 人家是精准防疫 动态清零 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不能说疫情 你说别的工作都不做了 那第一点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原则 第二个 说银行由于疫情的原因 没有办法及时的接收 或者回复 那这个银行 没法接收 没法回复 我们的办法是 找上级银行 找总行 由上级银行 或者总行 代为办理回函 或者总行指定给 其他的分行来进行办理 这也是OK的 这个过去也考过 我们过去上课举的例子 但今天我给你补充在这了 本质的原因是因为 上级银行 或者总行 拥有处理下级银行 必要业务 所需的权限 和所了解掌握的信息 第三 说我们要去考虑通过电话 和微信视频的方式 与办理回函的人员取得联系 确认回函的信息 你要注意啊 这里讲的 比如说邮件的方式 传真件的方式 写在这 尤其是邮件 传真的方式 咱们要跟对方取得联系 验证回函的内容和来源 你一定要把这个前提把握好 在这个前提下 要核实对方的身份 而不是说 你打个电话就完事了 因为你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语音 那叫口头证据 不能作为可靠的审计证据 一定要把这个火候和尺度 把握的准准的 好 以上这些 我们总结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那讲到这 我们把回函当中最基本的问题 和两个在时间当中 要求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课间休息五分钟的时间 然后下一讲 我们再讲解韩正的 剩余一点点的内容 好 同学们 我们先休息一下